好 下午的议程的继续 我们下午由蔡雅琳议员 张医院议员 谢志忠议员 共用15分钟 请蔡议员 谢谢主席 我想今天大家都 火力好像都集中在民政局 我是想问副市长 副市长 知意行难这句话你有听过吗 有 然后会在什么样的场合 跟什么样的地方听到这句话 哦 也是病毒做工具 也巧得 多少人一句 然后 有智慧才能分辨善恶邪症 能谦虚 能谦虚 则能建立美满人生 这是在什么样的书籍 才会看到 不知道 这怎么还有这份 这好文章 这好文章 你也觉得不错 人要真诚苦干 才能领导他人 而非光靠能干 这是什么立志的书 还是你觉得 在你的 就是第一线的想法 会觉得说 这些话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不容易揣测 不容易揣测 要学习听到任何话 心中都要保持欢喜 这是味道的下车 所以今天议员 这些铁帅 感恩每一天 你觉得是 大概会在什么地方 听到这些话 母亲节 母亲节 改善自己 改善自己是自救 影响他人 就是助人 到底是谁 新美看什么都美 部长 这些话 都是好话 这些好话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些话 我以为是在 弘扬哪一个宗教 或者是宗教类的书籍 或者是立志类的书籍 但是部长 这些是出现在 我们这一本 百日有感计划 里面的 你问我 我要问你 就是 我要问你说 百日有感计划 是要让民众有感 要让市民有感 不是说只有让某一些特定的人有感 所谓 百日有感计划 在里面 行动局长 敬思语 副市长 你觉得这样适当吗 在百日有感计划里面 印出行动局长 敬思语 你觉得这样妥适吗 请副市长回答 来 还是当红 大家都一定要问民政局长 在这本百日有感计划里面 包装非常的精美 图片非常的多 但是文字非常的少 其实局长 你要做一本 百日有感计划 我是给你困定 就代表说 你有去了解到市长 他想要有积极的一番作为 但是其他各局处是似乎 没有人像你说 有自己单独一本 所谓的百日有感 我想请教在座各位一起主管 我们民政委员会有10个单位 有单独做一本 百日有感的请举手 没有嘛 你民政局 你自己要压手 就是你有做啊 所以 所以百日有感是市长 他上任之后的一个目标 但是在百日有感里面 本席也参阅了民政局所谓的 工作报告 局长 你的工作报告里面 他没说 我感觉你工作报告里面 我看不出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 就是让人家有感的感觉 我认为所谓的百日有感 不是指局长有感 也不是只有指 单单一起主管有感 是要让市民有感 那你在这本里面 你的禁诗语 他没说的 要念了也要用很多时间的 里面就二十几句 那根据我的看 我在观察在看 光是那个发布日期 二月七号二月九号二月十号 十天啦 几乎每隔一两天一两天一两天 就有这就有所谓的禁诗语 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在想说 奇怪我是拿到什么宗教的弘扬佛法 是什么样的 进诗语 行动局长进诗语 副事长 你觉得这样妥事吗 请副事长回答 副事长答复 这开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你去把它标题写一个 行动局长进诗语 我们不是在造神 我们也不是在弘扬什么宗教的活动 等等之类 我说过 讲好话 做善事这都是好书 局长 你现在立志标语 我没有否定它 但是我认为 你这个是花人民的纳税钱 然后你这个标语 直接就写行动局长进诗语 我不晓得说 是局长的意思 还是说下面的人揣摩上语 还是怎么样的状况 那刚刚 你上午在答询的时候 你也有讲过说 这个印了一千多本 然后每一本六十二块 你花了好几页在你这个行动局长进诗语里面 那里面比较有一句比较有趣的 有一句很差别 把官员当议员的态度来做 每天都很踏实 所有民政局同仁 卫民服务第一优先等等之类 我想局长 你要对你的当人免利的话 都OK 但是 这样印第所谓 你强调的百日有感计划 用人民的纳税钱 副长你觉得这样妥事吗 你希望我改变 你只要说你心脉的生活就好了 没很适当 但是我可以贴量他的心情 如果你要问我的心情 那就是这样 他算认真做工赔啦 但是可能表现出来 可能不适当 但是他的精神我导师给他肯定 卫民服务 卫民服务 你请坐啦 我想 我想我们还是要在这边提到啦 对于说 其实 百日有感 是市长对自己的期待 也是对行动市府的期待 但是有感是要让市民有感 不是让局长有感 也不是只有单单让民政局的同仁有感 你的这些所谓的市影语录 市影语录 我一来看到我真的一笑赤字啦 因为我没了解说 这些行动语录 跟这些白日有感 到底有什么关系 可以跟他说 这个关系到底在哪里 这个知意行难 这不是上书的吗 然后所谓人没 心就没 还是什么都没 或者是说感恩每一天 那我们现在到底在宣扬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让民众有感的 到底是什么 我们要让市政府这些一级主管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的市长 市长我们来市长有看过多吗 啊局长 这是你的意思 还是下属揣摩上意 还是你支持的 局长 请局长答复 当然 如果说 我没有给这个净思雨 你这个净思雨 我先说我没有给这个净思雨 我先说我 我那个人 就是说 我下属当上揣摩 就是用净思雨这三年 这个用到净思雨的时候 我还以为我 我翻到哪一本佛书 我可以让他一段时间来 说我 局长你稍等一下 等一下你再说你请 接下来请谢志忠 请张玉燕议员继续咨询 主席好 大家好 蔡局长 成功一定要努力 但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只能累积智慧往前中 局长 这也是你的家园路 我现在讲这句话 套在你的百日有感这本床面上 当都是你印的时候 你任意你自己有 有努力吗 会成功吗 市民有百日有感吗 市长 外国长 请局长答复 成功一定要努力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这是累积经验的最好方式 我也希望 我们先撇开政司雨这句话 我也希望 我把一些心情反映在网路上 给市民了解 我这段的心情 当时在印的时候 其实是 无主意把这些东西都要引起来 其实我 我本来想的是说把网路的东西 他们做一本 给理长 我刚才是四月一号 那天 来给理长 了解 因为这些理长都比较多 他都没有网路 他都听说 我们局长都在推广FB 他没有了解 所以我会想说 他们这些实体的 给理长来说 局长 三天 两天三天 这三天的民政咨询 你就有几位的议员 上到满头包 现在 分析要跟你问的是 你任意 自己又有成功吗 努力有足吗 你经过这本议会震撼教育 有累积到你的智慧 你感觉还继续往前冲 第一啦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震撼教育 这是议员应该的 咨询你们的 表达方式 我觉得我心难接受 再来说是不是方式 要修改一下 我接受 本事要给你放放 就是说 好我去 兵自己 这本行动局长的进思雨 本事也很困难 我们局长的打招 而且你是真打招 我也知道 但是这没有方向 就谈不上智慧 所以这样的进思雨 做不到 就不要拿出来给别人看 自己一定要先言行 合一才行 不是空口说白话 久了 局长我们都心的 累积智慧往前冲 本事与局长 我们当时在共勉之 接着我们先告 我们谢志总议员 警长 我知道这是你的真性情 他没说 蔡林议员说这个 我实在感觉 这实在是 没问题 你来这里 其实没有人会反对 你里面写的内容 除了 除了 那个把官员当议员的态度来做 我等一下再跟你请教一下 这句怪怪的 你里面写的内容其实都对 你也有你的真性情 我也知道 不过 坦白讲 敬思语这三个字 真的要慎重 你刚才说不是你用的是不是 主要是这样 因为我 我先说我 这个问题不一定都我想的 都插的 不是啦 我不是说内容啦 我是说敬思语这三个字啦 其实蔡林对这件事情的意见 不在乎你的内容啦 重点是敬思语那三个字恰当不恰当 你刚才是不是说敬思语这三个字不是你用的 是你家人给你用的 不是你 我先说这样 我叫他的时候 他当然问我这是怎样 我说我都炒敬思语的啦 所以这样把他炒去转引起来啦 你刚才刚才到现在了 你自己有敬思吗 有 蔡林跟你说了 蔡林委员跟你说了 你现在有敬思吗 你现在感觉 敬思语这三个字 用在这里恰当还是不恰当 没恰当啦 没恰当啦 他不要再敬思语 真的你要好好敬思一下 你要叫别人敬思 你自己先敬思一下 这三个字我想用在这边 坦白讲啦 内容不会有人去反对你 但是用在你的百日有感里面 你用敬思语这三个字 非常不恰当啦 坦白说啦 我觉得下次不要再出现这种字眼 可是在你里面的内容 我实在是很好奇 把官员当议员的态度来做 每天都很踏实 所有民政局同仁为民服务第一优先 小民的小事情就是我们政府的大事情 感恩市民给我们服务的机会 后面看起来都是正面的啦 第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把官员当议员的态度来做 我的想法就是 既然说有很多议员 透过这个 好像来拜托我 不如说 我们就是 好像议员 我们市民也可以直接来找我 我来给服务也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 官员就没有分 你是议员 还是市民 我们服务 不要再分这个啦 所以说 我肯定虽然说 我是做官员 但我感觉 我也可以跟他们心态都同样 为民服务 没有分对象就对了 我在想你应该是站在服务的角度 但是这个措辞其实不太恰当 其实怪怪啦 他没说 行政系统 有你们行政系统的职权 你们拥有行政权 我们拥有监督权跟建议权 为市民服务是一个我们共同的概念 也没有错啦 局长 我们实在也会这么久啦 我知道你有你的真性情 你也很认真想要把事情做得好 但是还是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想最近大家追你的意见 不是说你没认真啦 还是说你就做了多败啦 不是 所以我还是要在这里提醒你一下 以前我们立企业界 现在我们有机会来到公门好修行 你现在的职务是民政局的局长 公务体会有公务体会 一些规范 伦理等等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融入 这个公务的伦理规范里面 你应该要把过去 企业界那个部分 可能可以很自由 我要说什么 但是你来到民政局 举这个职务 希望你早一点进入这个行政伦理的规范 局长 我今年这是你这几天想到重的问题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的看法 本身就不是他自己啦 所以我说我为他 我自己的特色要去发布他 我来这里就是说我希望我做我 只是说我自己本身 想要做的企业的理想 很抱歉我 我这样跟议员回答 虽然说不一定失败 我们时间到 时间到 下一位我们请江兆国江议员咨询 时间15分 请江兆国江议员咨询 手機舉手好不好 請問副市長 手機那裡 你有 我們市府開發的 任何一個APP軟體嗎 有啊就是 我們市府的APP軟體 市府開發我沒有啦 發出APP那裡都有 各位官員手機裡面 有自己開發的APP軟體 超過三個軟體的請舉手 自己開發 自己開發 沒有啦齁 市長你也不知道啦齁 我們自己開發 我們現在 智慧型手機新盛啦齁 現在APP齁 今年齁全球下載量 已經超過一千億 所以我們的市府 也不斷的 研發APP軟體 要利用它 來跟市民即時的溝通 做訊息的傳遞 所以說我們都很用心的 在做這部分的事情 但是 你知道過去 我們對市府 既市府更近 做開發的APP軟體 已經有五十二個 總共開了一千五萬 但是你知道下載次數 有夠限嗎 讓你用 下載次數平均 大概都多少 你說下載次數多少 下載次數 三千 三千喔 三千就多達 過去市府開發的 我們舊市府 一開發四十一個APP 下載達到一萬次以上的 只有四個軟體 四十一個只四個 有超過一萬人去下載 下載不到一千次的 有十八個軟體 其中最舊的 只被下載了十四次 你看開這裡的機構價值 總共一千二萬 開發四十一雷 最少最少 只有下載十四次 副市長 你以為這樣的 你做生意出身的齁 這樣符合成本效益嗎 當然沒有太合 這樣我們是不是 應該要來管控 當然喔 當然喔 不知道什麼人在管控這部份 講到管控 四頭幾尾眼口回去 來我們請主委 請主委答覆 我剛剛提了過去的 舊市府的數據 我們新市府 是不是應該做參考 呃 現在主席 現在議員 跟議員報告 議員關心的這個事情 事實上在議員質詢之前 我們就已經主動 在這個 查報相關的APP 運用的效率狀況 那也賺錢 給市長說 這個事情 要檢討 就是正如議員所講的 確實啊 有一些局初的 APP開發之後 使用率 或下載率不高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 進一步的 透過資訊中心 在管考當中 所以檢討當中 檢討當中 檢討當中是不是 是 你知不知道你給我的數據 跟各處是給我的數據 都不一樣 總共 你給我的數據 只有開發過50個 但是各處是 回報給我的 有52個 新市府上任之後 新開發的APP 我們過去幾個年了 開發41個 我們就開發了11個 花了360萬 你給我的數據 只有320萬 我不知道你怎麼管考的啊 可憐資訊中心 主任剛好來 等一下 你們是怎麼管考的 連個數量跟金額 下載次數都不容 好 請主任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有關APP的這個 管考的部分 我們之前的方式是 在我們市府網站的專區 有一個APP的專區 那我們是有請各機關 如果有開發APP的話 都應該在我們的網站 上面做一個披露公告 讓民眾也可以知道 那目前 所以他們要規劃APP之前 不會跟你們做詢問嗎 目前是不會 那你們的應用服務科 在做什麼 對 這部分 我們有在檢討 你們的業務執檔 就寫 市府開發APP的 輔導及管理 是不是 是 根本沒有在管理啊 對 的確我們之前 他們就自己開發上架 怎麼樣運用 怎麼樣下載 你們都不知道 那我請教你啦 現在交通局要用 一個 iTravel APP 花五十萬 有沒有問過你們 目前是沒有 那問你們 你們會不會同意 我們會做整體性的評估啦 就是要做整體性的評估啦 是 因為他這個 跟他相關的 台中市公車路線的相關APP 我們坊間至少已經有五個了 下載最多的已經高達五十萬次了 我們為什麼要跌床架物 那做了都不民間這麼好啊 大家就用民間的系統就好啦 為什麼要花這個錢 是謝謝議員 我們後續的確會 針對我們政府的 我們的交通局長還說 在義勇社路段 開發APP 以後 如果車開過那個路段 手機就會告訴你 這裡容易造勢 這裡容易塞車 啊這是在鼓勵用路人 使用手機開車是不是 不要想一些很荒唐的東西 放上雲端沒有人下載 浪費人民的公堂 變成雲端的垃圾 這一點 主委你們是不是應該負起 管考的責任 這個同意議員的意見 那其實接下來我們要做也就是說 去提醒啊 各局處 把這個確實的數據給他們看 就是說 看這個下載率確實是不理想 是不是要檢討它的 有些APP是好的啦 只是做得不好 要檢討一下 環保局的垃圾車的APP 建置加維護 花了快一千萬 結果下載次數只有三千五百七十九 民眾有沒有這個需求 我相信是有的 但是我們做得不夠方便 讓他們沒有辦法查嘛 常常誤點嘛 我下去垃圾車跑了嘛 這樣這種事情 我拜託副市長 拜託主委 這個利益良善的事情 一定要把它確實做好 主委請坐 主委請坐 接下來請教社會局長 我們上個禮拜是不是開了一個記者會 什麼記者會 上禮拜是有關於那個家暴 家是港口不是山口 是的很好 我們這個記者會是不是代表說 我們社會局對家暴工作 非常的重視 是的 也願意投注心力跟資源 好好做好這份工作 是的 沒錯 但是本席認為 你這個記者會晚了 在今年一月立法院三讀修正家暴法的時候 你就應該出來開記者會 你同不同意 同意 沒錯 為什麼晚了三個月四個月 包委員 我們這個部分因為 最主要是家暴中心 他們當初有做一個問卷 就是調查 我們現在目前 新住民 還有原住民 就是各個不同族群別人他們的整個家暴的那個情況 不用做問卷 那個用通報件數分析就有了 對 但是我們另外一方面也要去 我們也需要去了解一下就是說 我們既然完了四個月 我請教一下幾個 你對這次家暴法修正 你了不了解 抱歉 這個部分我個人不是非常了解 那簡單請問 是 家暴法修正之後 跟蹤算不算家暴行為 應該算 傳LINE的簡訊 可不可以 寫Email 算不算 對不起議員您是說 就是說那家暴者對於 這算不算是家暴的行為 是 因為應該有保護令 有保護令之後 傳LINE跟寫Email這些都算 是 騷擾都算對不對 是的 非同居的伴侶 或是發生性行為的情侶 這個可不可以納入家暴法裡面的規範 也應該算 也可以 是 這個一年後 是 才上路 已經公告但一年後上 嗯 請問局長 兒童目睹暴力 這個可不可以 申請保護令 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 也是這次修復證的範圍嘛 重點之一 沒錯 保護令 它的時程 是多長 通常保護令 延長為兩年 延長為兩年 可以繼續延長 是的 好很好 局長你都了解 但是你知不知道社會局網站上的Q&A 家暴的Q&A裡面 這些通通都錯誤 通通都沒有更正 保護員 而且你的更新日期是今年的4月22 也就是修法後的4個月後 但是我們的Q&A竟然還放著錯誤的資訊 那就乾脆都下架啦 散佈一些錯誤的資訊做什麼 是議員 這個部分我們確實是我們舒適 我那個會馬上回去 來改進 我再請教局長 是 我們 前幾天記者會你說 台中市的家暴通報案件是全國第二多的 總共有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八件 是 我請教局長 那 那是去年嗎 今年第一季的通報數字是多少 報告議員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 一萬五千件左右 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 是五千 是五千件 第一季 第一季 第一季就到五千了 是的 所以全年上看兩萬 如果按照這一個速度的話有可能 是啊 為什麼 台中市的家暴案件的情形 越來越嚴重 報告議員 這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有可能 有可能是事實上的發展 另外一方面 也表示就是說 我們家房中心在這方面宣導非常好 所以讓過去的那個受報者 這特別是原住民的部分 不要去推到黑數裡面 家暴的是 案件 成長了 從一萬六到兩萬 這是很驚人的數字 再加上 家暴中心的統計 今年第一季的家暴服務案件數 從去年同期的一萬八 增加到三萬四千多件 我們的服務案件數 將近倍增 將近倍增 當然這是同仁的辛苦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家暴案件越來越嚴重 我們的支出金額 去年第一季 輔助的金額花了三百七十七萬 今年第一季就已經花了八百八十六萬 再做相關的一些 保護出庭 庇護這些的補助 這個局長 你應該要重視 是的 你應該要重視 這個部分 那個回覆議員 第一個 確實就是說 有可能就是說 最近因為經濟不景氣 然後需求的因素 我先 只是想要點出一個問題 是 這個案件數逐年的增加 尤其在今年來說 有可能 再攀巔峰 這是非常不樂見的事情 但是 對於家暴的案件 家暴的情形 有沒有特別重視 本席還想請教你 是 現在的家暴中心在哪裡 包括是在豐原 那 家暴案件數 在市區不會發生嗎 市區不會有家暴案件數嗎 還是會 會嘛 家暴的事數跟人口 是一定有一定的正相關 是的 那為什麼大家都要去豐原 包括議員 市區的家暴中心 現在打算蓋一個西區福利性的服務中心 對不對 是的 為什麼一再的延宕 去年四月胡志強 胡志強市長去開工動土 說十一月選舉前要完成 到現在 今年 三月 也就是上個月 都發局的標還是流標 遙遙無期 而且同一棟建築現在要蓋三層樓 是的 一層交報中心用 另一層是 我們的西區家庭福利中心 是 市區家庭福利中心在哪裡 欸 位置在哪裡 包吟我們現在目前這個部分還在 還在 西區家庭福利中心 位置在北屯 嗯哼 他沒有自己 現在是台中市唯一沒有自己的辦公宿所 他要服務西區南區跟南屯區的民眾 但是他的辦公宿所在北屯 嗯哼 也是因為我們這棟建築一直還沒有蓋好 這棟建築的一樓 要做當裡的社區活動中心 是的 它是一個三層樓的建築 它不但對於 里民有它的一定的重要性 對於我們社會局執長的家庭福利 對我們執長的家庭福利 這部分的業務都非常的重要 請問局長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讓這棟建築物完工 呃報告議員 我先簡單先說明一下就是說 他會他會有那個 會有延宕 最主要是因為就是說我們 三樓的部分 我們有變更設計 我們變更設計啦 三樓部分我們又多增加了 局長我今天 從樓到尾 點出這些問題 是因為我對新市府 非常的期待 尤其對局長你 是的 所以說不管是我們的一些業務工作 宣導工作 是 好我們時間到了 我個人一定全力以赴 謝謝 好 接著我們請張靜芬張議員質詢 時間15分鐘 好大家午安 在這裡我要先 向在座的每位長官說 謝謝感恩大家 最近讓各位關心很多 謝謝你們 再來我要針對民政局長 因為你出的那一本百日有感 你暫時坐著我要跟你講 大家認為怎樣不管 但是我認為你出那一本 對整個市府來講 你是非常勇敢的 因為你在這邊擋了很多 該發射的子彈你都擋了 不過你這個政治沒那麼好混 你本來都在商場在活動了 政治圈是非常複雜的 你的人際關係做得越好 越來越來越難看 越來越難看 我告訴你 所以你們裡面 跟你鬥爭的也有 所以很早 人家都傳聞 所以黎明就要讓我 你代表了 所以他 我想我還是肯定你 非常的勇敢 好 那好 我請問一下 我們的各區公所 區長現在跟 跟副政所的主任 是不是還在樓上 有吧 有 都在是不是 好 好沒有關係 我來了 區長在就OK了 我想請教一下 區公所 是你的下屬單位 或者是派出單位 你知道嗎 區公所 是我的督導單位 督導 對 副屬 副屬 知屬的話是 這個市長 講那麼遠 就是區公所 是在你的 不是督導 是你的下屬單位 我是把督導的單位 不是派出單位嗎 你要問一下喔 那法序局在嗎 請解釋一下喔 區公所 是派出單位呢 還是督導單位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的一個指教 按照地方制度的一個規定 從地方制度第三條 第五條以後 都明白寫著 區公所是屬於 直轄市政府市政府的派出機關 那在內政部民政司的解釋 含令上 區公所作為直轄市政府的派出機關 其地位 與一級機關的局促相當 但是在實務上 收明證據的督導 好 所以區長 區公所是你的派出單位 那等於你要讓區長來的話 你要讓區長他們 也要在前面練習 你把它塞在樓上 我就是當過這種 這種委屈的區長過來的 我要講 剛合併的時候 四年 前朝四年 剛合併的時候 我為了這個 我爭議很多 我一直講 你為什麼一定要我們做些 受盡委屈的區長 來讀到四 三四樓上在這裡 聽你們在這裡 聽你們在這裡 你講話 有什麼事情 你應該 要 他來解釋 要 事前通知他 對吧 我不要讓人 在面上 在那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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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人叫我去 叫我去 騎 騎在聽議員 這樣多大的區潤 你知道嗎 所以 我跟你說 現在你們的區長 當然 合併之後 我們那時候有 老十個就是那 明顯的區長 混在裡面 所以 那個時候 上一陣的時候 那個位置 還不太明顯 那我們 大家都 還 好像 這個磨合期 我都還忍耐著 那好了 你現在經過四年了 四年這個磨合期 應該過去了 而且你們所有的 改換的也都換好了 改調的也調好了 全部都掉開了 你知道嗎 那今天在這種場合 我是說 你已經是這麼一位 肯當當的民政局長 你應該 要出來 替我們那些區長 甚至有時候 你們也叫那個 副政所的主任 一起來這邊 我覺得不太適合 而且我現在還要問 問一個問題 你們的市政顧問 你們的市政顧問 他的職權到哪裡 市政顧問 等一下 局長你說一下 你給他多大的職權 市政顧問的部分 我這邊有這個民政的顧問 目前來講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職權吧 因為我現在 算說還沒跟他們到上面去講事情 好有沒有 直接行使職務上的權利 有沒有 他只是一個榮譽職 應該有沒有 應該是榮譽職 榮譽職 為主要 人家講你顧問是顧而不問的 很高尚的一個職位 對不對 應該是以榮譽為 是很高尚的一個職位 那我要跟你講 你下去查查 你們 遊走在各區裡面的市政顧問 凌駕在你的區長上面 頭上 直接可以指揮 你把行政體系的弄亂了 這樣你知道嗎 你知道有這個事情嗎 我了解一下 就等於說你不知道嘛 對不對 了解以後你要怎麼處理 就跟市長反應 太可怕了 我跟你講 你們的市政顧問 講一下想概 大家很覺得說那個是 不值得議題的啦 處理參加聯邦 市政顧問 把你們的區長說 他在頭前 區長在後面 背的字 對嗎 體系對嗎 這樣 還可以直接指揮 所以你們現在把你們的區長 好多區的 我跟他說現在的區長換到現在 我存在不三分之一 我不是你提醒說的 但是我真的是一個行政體系 你不要把一個行政體系 弄得這麼糟 把一個區公所的區長的職務 弄得這麼讓人家屈辱 那些地方是誰 誰是誰是誰 誰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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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犯罪啦 我想这个是 开倒车啦 一般的小老百姓 真不想行犯罪啦 行犯罪就 可怜的事情你知道吗 如果逃到方向 包车又坐车 又爱人败 又带来去到那儿 大方都做不败 当犯罪里面都要败苦 还要花钱 现在调节有人在各区里面 他们是免费的 为什么你不能够好好去的 把这个调节有人的地位人格 你让人讲清楚 你让议员在这里 我会推荐多少人来做 那不是真的人会做 这个你们也应该要去重视这个问题 好不好 我们都照议员的一个指示 那也照法律来临选 那最后的那个审查结果是由 递检署跟法院来决定 好了 我只有剩下几分钟 我是有感而发 我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力 希望我们 可以把政治花花白 你看要怎么贴白都没关系 但是希望大家 要把新田 不要把新田炒炒庚 大家都站在你们今天站在有这个公务的这个权力的地位上 不要拿来做政治的这个工具 做政治的这个把戏再被人家耍 我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勉力 台中市是一个很可爱 而且非常骄傲的地方 而且非常骄傲的地方 大家从国内国外 国外大家都说来 带你们台中市最赞 我们不要把经验更好 所以拜托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希望能够把这个政治的因事放下一点 把我们该做的做好 多点慈悲 这个应该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也非常符合我们民政局长的那个语录 所以我赞成你讲那些话 不过你讲错地方 摆错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 我们共同努力 台中市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你要讲吗 你要讲吗 那我只有剩下两分多钟 我就不讲了 就给杨永昌 好 那我们请杨议员咨询 市长 市长 副市长 国家的官员 谢谢 我们请问这个 还留两分钟 给我 感谢媒体 之前几天 为委员提起 我们林家隆市长 当然为了我们大台中市的一个基层 也为了说 买到台北 不光国民党民进党的中央 做一个联合 所以 我们在台北 有做一间林家隆市长 台北的一个服务处 请问 到底这个副市长要答复 还是秘书市的处长要答复 目前 这间办公室 它的地址在哪边 请答复 好 我们请秘书处的处长 李处长答复 报告议员 它的全名其实是台中市政府 台北联络处 那目前的地点是在那个 近南路二段 十九号 那它其实是在那个 立院跟行政院的周边 到达就是中央各部会的距离 非常的近 我再请问你 当然你现在说 台北服务处 台北联络处 台中市政府台北联络处 这个地方 你有去过吗 也没有 你看 这是你一个业务 你就做林家隆的部署 林家隆的团队 这个科目 整个科目的经费 来自密事处 对吧 所以我再请问你 你这样 说 我们台中市 在台北 那是在厚务处 你说你这样 不要去看过 这间房子到底 到底 有多大 有几平 跟议员报告 他市内的面积 其实只有32平多 其实是一般的办公室的大小 那他其实除了市长之外 以后像比如说 市政府的副市长 或各个局处首长 有机会上台北 恰功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使用 到目前为止 当然 这是一个 林家隆市长 想要做好 跟人民 国民党 未来 我想 他为什么想 小英特地会动算 所以 想要跟国民党 跟民政党 中心 等下 更近 做一个拉攏 当然 现在这样到底 在你的科目 里面花多少钱 对 跟议员报告 其实这个 他目前 动支的 第二预备金的部分 这个是属于市长的部分 其实全部是66万2000元 那里面包括房屋的 租金跟押金是59万4000元 那 装修费用是68000元 是在合于中央跟地方规定的 你说 装修费多少 68000元 租金呢 租金加押金是59万4000元 做几年就对了 再做几年 其实是做9个月 因为4月才开始做 59万元 里面的 押金的部分 其实它里面有10万8千块的 押金是占付款 就是医药可以拿回来的 我知道 59万元 靠着10万的押金 也还58万元 对吗 40几万 不管几万 本市 还是一直认为 既然 我们的 租庁 你的业务 在你这 花 60几万去了 你说 藏这个地方 你就不要买 但是在资料当中 你把押金 10万 40几万的 的资金 请问 租庁 请问 你做这间处 有合约吗 是说 只是林家隆 自己去看家 叫你出席你就出席 我做这间处 也有经过 招标合法的程序 一切都按照法律的规范进行 你说你不要去看 你说你有合约 有按照 依法招标的程序 查过 说有依法吗 有 你就把那个资料 全部 传给我看你合约 我再找个问 当然现在在这些 我们所有人员 所有人员 目前 你怎么员 其实这个办公室 因为还在准备当中 所以我要没去看过 因为现在还在整理 他其实按照我们的设置要点 会有一位负责的主任 是由市长指定本府的人员 无几职来兼任 你说 我们会派的人去进入这个服务 对吗 市长指定是由市长指定的员工来兼任 这个兼任的工作是无几职 无几职哪有人要去 就是本来市府的同仁来兼任的意思 他有公民外出家吗 兼职的意思其实是说 他其实就不会因为 兼任这个主任之领 额外的津贴或者是费用性 他是不是要用公务人员去代理嘛 其实就是看市长派认市府的哪一位去兼任 可以派的就无出家去吗 应该如果是市府的官员就应该有出家啦 不可能派无出家的人去 你在说话跟副主任说话都不一样 你们在确定了 就是要派一个参议器嘛 我是感觉台中跟台北 所有的理由我都问过了嘛 国际料理人来 民进党料理人来 他也想要学嘛 感觉说没必要嘛 对吧 如果说林家隆市长 对吧 如果说真的要紧的 民进党的 很多 蔡其餐我都吃到 参议我也会打 这么多要真正要替 我们市长替台中市参议器 本来他做立委 有几个国民党也有 民进党也有 他真爱很乐意 为整个大台中 大台中市的所有的兼会 他去找任务员好 去找国营员好 我相信 很多很多都会去找 又台中市跟台北 我跟你说 这一点点 请问 我们真的花这么多钱 林家隆市长 他真的会去那 服务 这才会贵 跟议员报告 其实当时设置 这个台北联络处 主要是为了 可以跟中央部会联系 还有比如说像 去年行政院有答应 台中有800亿的预算 那所以其实有 协助各个局处 跟中央争取预算的需求 那其实除了台中之外 目前像南部的台南高雄 我们隔壁的彰化 甚至更北的苗栗 其实都有设置台北办公室 我跟你说啦 你如果说我们在高雄 翻试啦 真的开 这是不太钱啦 但是我开后 对市民来说 我感觉说 这是浪费 不然就是说 他想要有酬用 是不是说蔡你刚才说的 吴吉祖要派人去 我就算去的大公室 对吧 我就派一个去 那 等那 等那 那是说接台来宾 请问啦 一年可以花这么多钱 对吧 浪费公堂 对吧 那如果说真的在那里大的人 他敢不比民进党的 国民党的台中市的立委 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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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天都要去开会 何必 去做这间厨 来开展这个钱 到底他的功能性 本是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主意 我是一直人为 当然林家隆一开始要选记的时候 民进党的重要人士就跟他 他说 他不是要跟他做台中市的市政 要做 我们的内閣 所以 他我的感觉 账我来 想我 对吧 当时他如果说这样想 像我说这样想 说真实的 他就扭菜齐倉就好啊 为什么要去 叫你八年线 你家庭都没去看 对吧 到那间房屋 在那边 我去看 对吧 所以 我还是一直 一直注意 真的 叫说 有公务任党的有主意 叫一个 参与去 他的事情是 打到来求 对吧 真的 他能找台北的 你就透过 我们的民进党立委啊 透过国民党的立委啊 他不在做 他要在那边选票 所以 我的感觉啦 他的用意 应该不单纯 应该 像我说的 对吧 他想要去中央 小英 如果动算 想要去卡位 做行政议党 他感觉 没给你透露 这一点点消息 像我们隔壁的彰化跟苗栗 其实也都有啦 所以我想在台北设置办公室或联络处是根据那个县市个别的需求啊 不一定有那么正题啦 不是啦 当然这是说林家梁市政议 他想要说这样做 当然对整个大台中市 在任何年来说的运作 在整个部会的运作 会比较顺利 但是呢 我在想啦 你如果给他派一台说五纸主的 那就变成仇雍嘛 对吧 把大家动作理想嘛 对吧 如果林家梁真的说要去办公 还是要接台来宾 非常简单嘛 台北市的五星级六星级七星级的 大饭店 对吧 就一天部长要来 他做的 一天一天 生级又生辣 又不用花人数费用 对吧 你说我说这样有利吗 议员我想因为其实 在台北负责协助跟局处 跟各个部会联络 应该是还蛮辛苦的工作啦 那既然是无几职 不至于有酬用的状况 那如果说以后地方这边 譬如说 偷偷偷偷偷偷 我跟你说啦 看市长啦 看帮忙的内阔啦 看 该共同的立委 有要跟他搭三天 没要跟他搭三天而已 不是说 去那宾那间 他真的有可能 整人家都在那办公 你派一些人去 吴几职 如果说吴几职 绝对是酬用 那叫吴几职去那里 去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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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吴几职 其实那是办公室啦 吴几职的目的是因为 既然已经是本府的人员 坚任本府相关的工作 那当然不可能因为坚任这个工作而指令其他额外的兼职费用等等 你刚才说的啦 当然企业啦 你都有叫庭室来嘛 当然我不是绝对反对 我是感觉说 过去以来 真正烤费钱 过去我经常厚厚厚厚厚厚的 所有的你看 这样来 当然欧几职我们就不用讲了 大家不一定那里要设办公室 有的真正投资的就是投资 投资的就是投资 有的就没人员了 就没人员了 才你这样有人员 我跟你说就像穿人员 带我们过去看一看 人的钱就给你了 好 对下以外啦 你去那里去就好啊 你当时要去看一看 这间你当时要去看一看 到底欧几职叫你花这么多钱 去那里 林高梁 到底你去看就没看 就像这样 他如果是整理好 我会去看 你只要过去看看 我住了就屎 办公室看 方向有对 有什么地理要去看 乱匆匆的 你害死人家粮 我没法赔 现在 下去了啊 你跟 10万以上 都要依法办理嘛 对吧 对 采国法一定要办理嘛 对 既然 他有10万块 那没关系 就有40几万的 层支费用 他的所有 聖書 提供给本市 好 一定 未来 当然你现在设计了 当然 也是要 这不太钱了 说起来 我们千多亿 哪有在差那几十万 但是真的有功能 发挥他的功能 更重要 所以 除了 甚至 你要拿出来报告 给议会报告 在 我们设计刑 对台中 所有 争取到的预算 由透过那个 服务处 我们政家企业 政家企业 政家企业 你都要报告 你都要报告 你做得到吗 我会尽力做到 谢谢议员 当时要 主要当时要 我看看 可能要等他 先整理好 开张以后才可以工作 这已经 要开始营业了 到现在你主要就没钱 让他拿去了 有啦 这样好吗 因为 他还在整理当中 那相关的 像议员刚刚讲的 契约的部分 我一定先给您 那 至于他接下来 就是他扮演的 功能跟角色的部分 可能要稍微 等他运作一段时间 那我才有办法 提供相关的资料 给议员 你要带一个地理室去看看吗 呃 你叫人家 坐在那里 那不简单算到 如果 地理先给你看看 他不可以做市長 因为这间 他可以做小型的行政演长 我跟你说 所有的国民党民进党 都会欢迎啦 我先给市長做好 这比较重要啦 市長你做一个 有胸有杀的 再来一段 就聴上去 要怎么 谢谢议员 真的地理很快啦 好啦你请坐 好谢谢议员 我来提供提供资料给哦 好一定 在那没时间啊 法主席啦 我是一直感觉啦 很多很多议员这个国益我还说 不好意思啦 我们真正在变议员 真正变议员 让调改委员 调改委员的功能 你也说得很清楚 所以委员你代表 大家也知道调改委员的好处 但是 议算是台中市政府在变 审查议算是台中市议会在变 我们变了议算 所有的人事 要给法院 要给检察署 检察官 做最后的决定 你选了啊不是 对吧 你做何感想 台中市政 我现在是主席 你看 别招呼 我看 我看 议员 这很多议员都问过了 他也搭给家庭 我看 不好意思 公职主要 我看 印障位税 我看 好 你来来来 说十秒 剪计一算都可以开掉 这砍 这砍 这砍表台中这一套法 我们有台中的主体款 可以来进行调解行政 但是 那个另外 有一个专业法律 这乡镇是调解条例的问题 好啦 张德議員主席 好啦 给你做很重要的意见参考 好 好 谢谢 多谢杨荣昌议员的接线 接下来请袁立民议员 执行时间十五分钟 谢谢 谢谢 谢谢召集人 我们各位主管 以及我们一会同仁 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我想请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一帝主管 有谁是住在台湾大道上的 可以举个手吗 有没有 有没有任何一位是住在 有有 刚好是我们大法治局长 那我想请问一下 局长 关于一个地址 或者是邻里的变更 局长您知道要变 变更多少的资料吗 基本上要变更李林的资料 至少有身份资料 地级资料 还有其他林林种种 包括银行端的资料 所以李林的一个变更 在过去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 那内政部 护证事业好 民政事业好 认为李林的一个编组 因为是重要的这个事项 所以它在一个调整程序上 是采核定的一个制度 是谢谢 谢谢局长您完整的这个回答 我想其实有很多同仁 这个都关心我们这个李林的变更 那么其实我自己抱着不同的想法 关于一个李林的变更 其实刚刚局长也提到说 要变更非常多的资料 不管是身份证也好 我们银行端的这个资料也好 其实 其实对民众来讲 反而是很扰民的一件事情 我光变更了一个一条路的路名 哇我的资料 我就要跑很多单位去变更 所以其实我个人 其实有不同的想法 那么我在想说 像我们的区长 我们各区的区长 我们有分九支等的区长 也有分十支等的区长 他们领的是不同的薪水 那么我们各邻里 这个邻长 每一个邻长 这个每一邻的大小都不一样 可是他们领的薪水却是一样 应该说我们领的这个事务费是一样的 里长领的事务费也都是一样 可是我们的各区的这个邻里的大小 这个差别真的是非常的大 像我手上的这个资料 光举我们杀戮区 杀戮区二十户以下的这个邻里就有十五个里 六十一邻 它是在二十户以下的 那么可是最最可怕的是 居然在光杀戮 杀戮区就有五个里 然后九个邻是超过两百户以上的 这个在场的各位知不知道 这个两百户以上超过最多的是哪一里 我想应该没有人知道 这个超过最多的 其实是在我们这个杀戮区的三路里 你知道它超过两百户以上超过了多少吗 它光是一邻 它在第十邻里面 它总共就有七百七十七户 哇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那在同样在杀戮区里面 二十户以下的这个邻长 有的是个位数 有的四户 有的九户 有的八户 有的十来户 那跟这个超过两百户以上的 这个邻长 其实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大 他们领一样的事务费 每个月两千块的事务费 可是每到了选举的时候 要发这个选举通知单 哇这个对我们这个超过两百户以上的 这个邻长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很多邻长真的是抱怨连连 光一个这个选举通知单 有人三五分钟就发完了 这个只有个位数户数的这个邻长 那这个超过两百户以上的这个邻长 哇它光在那边卷这个 所谓的选举通知单 就耗费它非常多的时间 甚至这个七百多户的这个 我去到他家之后 他在那边卷那个选举通知单 我真的是傻眼了 堆积如山啊 他说他发了四天还没发完啊 甚至还有这个李明在抱怨说 啊是怎样 他那边的都收到啊 我这边也没收到啊 啊是我们这没算票啊 是吧 我觉得这个我们 呃这个邻里的编制上面 虽然说有探讨的空间 可是 邻里的变更 这个 如果变更之后 其实对于 我们民众的负担 其实非常的大 而且对于我们市政府来说 也要耗了非常非常多的经费在这边哦 那我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既然我们的区长 呃既然还有分九指等跟十指等 这个可以说是有区别哦 所以我希望说 这个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领长 也要做一个这个区别 让他们呃有这个更多的事务费 应该我想呃 请这个相关单位哦 来定一个基准 多少户以下的呢 呃一样维持我们的这个 现在目前所领的这个事务费不变 那么多少户以上的呢 我们来增加他的事务费哦 不要让我们的这些里长 或领长哦 这个抱怨连连的 虽然是为了啊 我们这个推广 我们市政的一个业务 可是有时候坦白讲 这个同仇不同工啊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 跟名 跟名不跟名啦 就是同名不同命哦 有些里长会觉得说 哇 白白是里长 他们这里这三五百人 我们这里哦 八千人 这个做起事来真的 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累人哦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说 里长啊 可以说是我们地方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层的名义代表 可是有时候做起事来 也希望说他会更有利哦 还有我们的领长的部分也是 我们的领长每个月领 兩千块的事务费 但是光在这个推动我们的这个 市政的这个业务上面的时候 其实厉敏 本期这边会希望说 我们这个相关单位哦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领长跟里长 做起事来 比较有利 所以我希望的是说 呃 我提倡的是 不同工不同酬 以往是同 不同工同酬 一样是领两千块的这个 事务费的领 领长哦 希望说 他的这个 这个领数 呃 户数如果是在这个 某一个基准以上的 希望可以提高他的 事务费 让我们的这个领长 做起事来更有利 还有我们的里长也是哦 我们的里长 呃 他在这个推动我们这个 呃 里的业务的时候 也是希望说 他可以做起事来更 这个可以说是 呃 更有这个信心哦 不要觉得说 啊 同样是里长 同样是你长 啊 那别人哦 坐起来很轻松 啊 我们这坐起来 拼死拼命 还会陷着老闹 所以我希望说 啊 这个我们相关的单位 可以好好的 赶快来重视啊 我们这个 里长 以及我们 领长的这个福利哦 在这边我想呢 呃 因为 关于这个区块呢 我希望说 我们相关单位 好好来重视一下 那么还有最近就是 呃 很多我们议会同仁 都有询问到的 关于我们 调节委员的领选哦 其实真的 我想 每个议员 我们这个议员同仁 大家一定都有这个疑问哦 就是我们这个 调节委员的领选 调节委员的领选 经由我们 地方的区公所 有领选 这个领选委员 来提报名单 提到我们的法制局来 那么我们法制局 做一个转程的动作 到我们的法院哦 那为什么我们的法院 会对于我们这个 所领选出来的委员的 这个分数好像 这个视而不见哦 像我手上的这些 接到的案子哦 有些是 他每一次的这个 啊这个调节 都是在 呃 这个几乎是前三名的 但是反而 他居然在我们的 这个领选的时候 被刷下来 而且 最让人觉得讽刺的是 他还曾经得过 我们市长的表扬哦 呃 101年跟103年 都得到过表扬 并且他的这个 这个评分的基数 都是在很高很高 这是占 几乎都是占前三名的 可是他在这一次的 这个调节 委员的 领选上面 居然 给刷下来 就让我们 呃 这个其实我觉得 我们这些调节委员们 有些人会觉得说 奇怪 啊这 评分的标准 到底是啥 到底是啥 你要培养一个调节委员 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哦 尤其我们这些资深的调节委员 他既是这个 我们地方的士绅哦 又是具有这个 呃 法律的素养 所以我在想说 既然 呃我们的这个 名单 是由我们的 呃 这个区公所这边 领选提出 转交给我们的 呃 法治局 由法治局来 转成给我们的地方法院 我希望 说 是不是 呃这个 重点是 昨天我还听到说 诶我们的这个 钱啊 啊我们市政府 每 每一年所 编列 关于我们这个 调节委员的 预算是 四千多万啊 民政局长 是不是可以回答一下 四千多万 四千多万里面是包含了 午餐费 出席费 还有什么费用呢 还有他的 呃这个 服案件哦 是 如果成功的话有五百块 每一件成功有五百块 那 局长请坐 那我觉得说 既然这个钱是由我们市政府付的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这个名单呢 呃 交给我们的地方法院之后 地方法院 居然 呃 对于我们的这个 评分都 呃可以说是 视而不见哦 对于我们这些非常优秀的 历届的这个调节委员 呃 可以说是 呃这个忽略他们过往的这些努力 我想这让某些呃 呃现在担任这个调节委员的人 也是屁屁屁 他怕说阿比来 阿比来 他如果做得很打拼的 都 评分标准都非常的高 拿到分数也非常高 可是他不知道说 他却下一次 是不是 也是会落选的那一位哦 所以我想这个是 我们有讨论的空间哦 关于这一块 好 那么在这边呢 呃 还剩下四分钟的时间 我留给我们林荣静林议员 好 谢谢我们 演员 我们主席 跟我们在座的 市府的一级主管 首先在这里 我请教一下 我们台中市第一局的局长 我们原住民在台中市人数多少 主席 以我所知他有上万多人 嗯 上万多人 对 幾乎每年的增加多少 每年的话 不清楚 我只能告诉你 六都里面 原住民在六都成长率最高 是我们台中市 表示 我们市长的领导 我们环境 适合原住民居住 在这里 我必须提醒我们局长 第一个 各区 就像原委员讲过 有调节委员会 我们原住民 常常 受到委屈 因为 调节委员会的委员 居同牙讲 居同牙讲 我不要讲台语 我听不懂台语 你偏偏用台语 我怎么回答问题 你怎么调节 所以 局长考量 只要台中市每一区超过一千人的原住民 你一定要设一个 调节委员会的委员 一定要一名原住民 他才能够公平 正义 来协助原住民 我本来没罪 结果到法院我有罪 那是调节委员会 不公平 第二个 常常到各区公所 原住民就反映 他不理我 为什么 他说你没有原住民主委员会 介绍原住民主委员会 但是不管哪一局 不管劳工局社会局 都要从邻里报到区公所 才报到各局处 所以 前朝 我也 拜托市长 能不能 人数多的 原住民的区 设一个单一窗口 像台北市 桃园市 高雄市 每一区 原住民 多的地方 他有一个 专为原住民 设的 设理服务的 这个窗口 我不必说要要求你 一定要配一个原住民 做一个 服务人员 我不要 最起码 要有一个单一窗口 区长 你做得到做不到 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们应该 不是要不要需求 这个一定 非常 迫切 需要的 没有要求你很高 没有叫你多编一个人员 你做一个单一窗口 让原住民 觉得 哦 台中市 这个区 真的很不错 我的问题 你就等于 当做你自己的问题 第三个 局长 我再告诉你 前朝 花这么多时间 主席也很清楚 所有的 路民 社区的名字 都说 都要改 哪有改 我随便举一个 你到阳明大楼 那个叫做阳明街 过了铁轨 你看看 那个路 你一下健康路 阳明街 你搞不清楚 到底这个是阳明街 还是健康路 同一条路 两个路牌 为什么还不改 社区也一样 还是一样 台中县 什么什么什么区 什么乡 什么村 我们今天在台中市 没有台中县 你有没有破例 蔡局长 我 我这一边应该要近日 把 就是已经合并 大台中了 要赶快来做这样的修正 包括 我们的身份证 不要再修正了 只要下一次 临时会 我在看到同一条路 可能市中心没有 我在到台中县 也旧的台中县 我在照到一张 同样的路 同样的社区 仍然不改 我真的 我要问你局长 到底 我们 有感在哪里 你不要像你给的那一个 百日有感 那个都是平常的活动 随便照一照 凑凑成一本 我也很会 我也很会凑成一本 很精美 经典的 会让市长很高兴 但是我们老背心看了 是笑话一走 守望相助 是不是我们民政局管的 局长 是我们管的 是我们服务的 和平 很多社区 有民无始 有守望相助队 为什么 蛮有薪流车啊 你在偏远地方 你叫他买车 谁有车 变成派出所 开车 带着守望相助队的队员 我们劳工局 我们劳工局 很伟大 很伟大 管道 让人家无所适从 我请教一下我们局长 是不是 所有台中市 各单位 只要跟劳工有关的 全倒退 是不是我们劳工局要管 报告议员 依照劳金法的规定 就是要被置劳工的出行记录 你有没有因地置疑 有没有考量他的环境 我举个例子 福岛委员会 里山有一个叫福寿山农场 我和我们主席也去过 很有磁场 财业很贵 我们买不起 合不起 他们 有外勤人员 有内勤人员 我们劳工局 真的 绝情 毫无人性 他欠倒退 他只有写 我七点钟 我八点钟 因为我是外勤 可能要走很远的一段路 结果我们劳工局很伟大 你 没有写几点钟几分钟 欠倒 没有写几点钟欠退 大家改了 你要面目也可以指纹也可以 你一下子 就罚2万块 你为什么不先辅导 为什么不先劝导 你真的很缺钱吗 劳工局 跟警察局一样 罚越多越好 你回答这个问题 是 报告议员 因为劳基法的规定是 规定一定要记录到 劳基法是死的 我说 你里山地区 你走一趟看看 是 议员 这个部分因为 因为劳基法他没有 你先劝导嘛 不要一下子就罚 你连警察都不如 嗯 我们有做辅导跟宣导的措施 但是一旦启动 有劝导过吗 我问你喔 因为如果启动劳动检查 你没有劝导 一下子就罚他2万块嘛 但是因为他没有限期改善 所以我们只有 只有启动劳动检查 那如果有违法 就一定要裁法 那这个我们有跟中央反映 可是中央目前没有正在 这个部分修法 人 以法 遵守法律是大家应该的 但是 因地 置疑 不能脱离 人性 我不叫你亡开一面啊 你最起码 你先劝导嘛 下一次不改 我就罚你 是 八高一员 我们会多多 在偏远地区 我们会多做一些宣导 对你们真的很感冒 我以为你很伟大 因为何敏成一员是他第二个原住民 他一半原住民 他也知道我讲话绝对 不是随便乱讲 请你真的摸著良心 他们那个钱 农场的钱全部归给上面的辅导会 叫厂长请何以堪 所以你下面的负责这个业务的 请他拿出他的良心 是 他是不是真的 每天都按时上班下班 那是你们在平地上下班 很简单 你去离山看看 很冷 我感冒 我就差那么几分钟 我没有血 你就罚我们 这个真的很不合理 好你请坐 是谢谢 我们社会局 不要站起来 你站起来我很 不自在 有很多我们林嘉隆市长 社会福利 中边很多 我们绝对支持 但是我在这里提醒 我们局长 年轻有为 很多原住民的部分 很想要 但是很像天上的月亮 很美 我只能看 这个饼我吃不到 不管是社会福利 或者是医疗补助 為什麼 我们脑筋很死 公共人员都是说我要依法行政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家里很穷 我是从山上 迁居到台中市 我想申请中低收入户 或者我想要社会救助 我估计已经在台中市超过半年以上 答案只有一句话 于法不合 因为你山上游 不动产 就没有办法 没有资格在享受 台中市福利的美意 所以圆明会也要检讨 等一下我会跟他算账 为什么 同样的一甲地 在山上 鸟不胜蛋的地 空有这个原住民保留地 我有一甲地 但是什么都不能中 我中啊 我亏本 我荒废在那儿 就是因为这块土地 就列为你有不动产 所以不能申请 你所需要的这个社会福利 局长 合理不合理 包委员 我认为非常合理 非常合理 原住民的福利 包括议员 确实在一些整个讯息上面 我觉得比较不足 这个是我们政府这边 应该要加紧来 你们今天都一样的动物说什么 补牙齿都不用钱 但是原住民还在考量说 我们是六十五十以上 你们是六十我们是五十五 等一下我问圆明会 所以你请坐 圆明会主委请站起来 这就是什么 我们无能 不作为 我一再强调 父女 跟原住民的社会福利 医疗补助 你要赶快设一个原住民的自治条例 你没有条例 没有义序 你当然 别的局处 所与法不合 那就是我们 圆明会无能 不帮圆住民作为 光从 这一次追加减预算 很丢脸 我们拼命的 别的局处 再怎么样 都有追加 唯独 没有追加预算的 就是圆明会 所以叫我们圆住民 对我们新的主委 有什么期待 我所看到的 你的市政报告 这些都是上一任的 主委 要做 还没有做 我今天问一下我们麻药主委 我随便点几个 台中市西屯的原住民运动主题公园 已经编多少 在规划 规划费已经下去 你今天我没看到一个字提到 你要怎么照顾都会去的原住民 运动主题公园 第二个 太阳文化园区 太阳文化园区已经编了多少 太阳文化园区已经编了多少 五千万 你们今天好像无动于中 第三个 原住民的部落市集 也编了五百万 你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提 光铁那个表面的补牙石 那个早就已经做免费 原住民的幼稚园 跟 股东小 營養午餐 那个早就两年就免费啊 你还要提那个干嘛 你要讲 你身为一个新的主委 要带给台中市三万多的原住民 有何 对你有所期待 你要怎么样去照顾他们 这才是主委的一个 你的职责 真的很遗憾 我不知道怎么讲 没有座位 等于你的心已经死 我看不出任何一件 明天原住民要到哪里 明天原住民等的是什么 原住民就说 我们新的主委 真的已经带给我们 新的方向 我都没有看到啊 你的施政报告 全部都是 旧的 这也很可怜 你现在讲 除了你的施政报告 我看完 不要讲 你要怎么做 你要突破什么 一讲 回来一下 主席 跟议员报告 就议员刚刚所讲的三项大工程 我上任之后 有下一定的时间 跟我的幕僚做充分的讨论 了解他期间的重要 特别 首先跟报告市集的部分 因为市集的部分 内政部 刚领布了有一个地震敏感带 所以我们就重新 不要浪费我时间 我光举一个 松茂的前村讲了十年 有什么动作没有 干脆不要会堪啊 会堪一次 增加当地居民的创伤 一次比一次严重 讲了十年都没有动啊 你是不是新的主委 有时候不一样的感觉 你要做不是光等 不是光讲 讲百次 不如行一日 講多了没有意义 因为眼睛大家 眼睛是雪亮的 不作伪 我今天只能形容 不伪 不作伪 我只能形容我们圆明会 就是这五个字 不作伪 不伪 所以 原住民 只能 自救 一样的 不管他住哪里 他还是 对我们圆明会 没有有所期待 希望您好好去思考 好 谢谢我们 林议员 林荣静 林校长 的业务咨询 接下来 接下来 請蔡成贵議員 蔡贵 十五分钟 大家好 好 首先 我在山上 有两件事 要来 問我们 最大的教育 民政旨 天下第一大旨 好 来 我們 所有的 理政 現在 所拟的 薪水 是不是市政府 法 是吧 一般市政府 有什么政令 他要尊重人 就是說 我們去先頭 他要在地平路 要配合 要配合 但是 有這次 在当時 發生的事情 我感到真的 我也感到想到 奇怪 怎麼會變成這個政行 我們本來 這裡十五 有一個 當時 辦一個新登辦桌 那天 照說是 三三地區 大部 都 客家族 應該是 那是 客家的 很大的事情 經燃 那天 在 新登辦桌 舉辦的 那麼大場 現場 經燃 有 十多的里長 帶到十八的里面 在那裡 你不要說他 電情 不要說他 抗議 好 這才人 看才人 說的 他 教長 我請問你 你如果說這樣 里長的做法 站在你民政室 你認為 這是什麼政行 這樣是對的 還是不對的 因為 當然人民有表達的意見 其實有一些事情可以看我講 這樣 問題是 他正常 就是 那條快速大陸 聽說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 市長 也有說 補助也有看 他還在網路 在發動 前衆說 市長那天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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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來控制 這樣 會利長 在地圈 如果他在民政室 他就是 不要說 他反對 你反對 就是 我就是 條工要這樣做 不過 蔡議員 有的問題 是 比較受政治 政治的問題 有的問題 民政局 比較沒有人 說 去 支援這種 是 就是 我就是 這時候 就是 是不是 你們決定要提供 這個 信使 沒有 到地圈 做的理長 可以說 你們的政令 根本就沒有 到他們的手中 我那天的林頂 林頂會 我有去 當時的林頂會 我有去 我跟他們說 這個部分 就是有一些 反平的問題 所以先鑿庭 這我跟他們說明 他們都沒有了解 真的 當時在辦 很老的 活動 在那邊 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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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不正的 對不對 你後來 想說這個事情 你們是不是 包括說 你們的團隊 你們有什麼 重大 是不是 要跟地方的理長 先交通 這就有發佈 你像我這樣 發佈 香港人 下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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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長 離 pyte 都是民選的人 選舉的壓力 當然 ologically 這也不能怪Hein 但是 我要強調 是不是 友 反正 市政府的團隊 要溝通 尤其是你民政 要打 協助的 決論 這樣 一夥 могу 我相信 你如果去把當事副毒25例嘛 25例如果交集由我們民政寺去率明好寫 包括國教要做事情的人率明好寫 是不是可以表現這個問題 我接受議員的意見 但是後來的人在北區發生 速度要快一點就說有關一些情意性的率明 我會看孩子來做 還是拜託區長這邊來選擇 當然啦 區長在地方也是 旅長站起來就區長 這對市政府來 我相信這是行政的一條巿 在巿裡來 好來 請坐 我希望你這方面後 旅長既然 帶頭出來 我們聽說對我們市府的這間團隊 特別不好 這是不用受託的 對我們市府的團隊一定說 是怎麼 奇怪的 連他們的理長就帶頭出來 在燈情控制 這間團隊這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 後來 如果還有很多窟窿 變成這個情形 這樣我相信 這個市府團隊一定有問題 所以 每個人的理長才會站出來 所以我希望 旅長在以後 如果市政府有什麼重要的 決策的時候 愛生和統帝的理長 溜溝通的好 就能拼命這個問題 再來 這個人生最大的問題 人生大事 剛好就是旺生 旺生 旺生就是 說起來是很嚴重的問題 在我們三星 三星四陽庭 三星四陽庭 目前有一個白鶴 一個白鶴 局長你們知道嗎 知道 有一個白鶴 白鶴 這個地方的主要人 白鶴是 目前看起來 是 土隊 一些 是我們 說的 裡面是輸的 旁邊的後面 說的後面就輸的 所以常常有造成一些 這個 困擾就對了 啊 設備也非常繁弱 設備也非常繁弱 因為 総議員那幾年來 都在那裡 在找 找地方都會找到 也了解到 所以說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們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計位 有一個計位 要把這個 東四區白鶴 這裡 後面的 這裡算不可以 還要在 旁邊 東四鶴場 那裡 那裡有設一個 新的 這個 兵役館 當然啦 那個兵役館 我看到 設備 是沒有那麼大 一般的兵役館 這麼大 因為 畢竟是山山的地方 不夠 人數也不夠 當然 設備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現在問的就是 這個 計位 決定位 請回答 主席 我先說 我有過去看 我們這個 山山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包括 白鶴亭和 九月 現在設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很簡陋 對 說是在那裡 替當處 老人 那裡 如果我們辦 這個 翁姓家的 告白式 還是雙書 其實是很不方便 所以 我們現在這個 計位在白鶴亭這裡 我們今年 一百 凶四年已經變 三千五百萬 要來執行 就今年 每年 我們經出 五千五百 這個 六十三萬 七千塊 再來一百 空六年 我們變 這個 一千六百 九十五萬 這個一千塊 所以我們 逐年 就是這三年裡面 會完成 這個 這個 白鶴亭的 這個 生命理所 好來 你說生命理所 裡面 但是 這個 工程金會 那些 一億 七千多 一億 七千五百 七千五百 八萬 八千塊 這全部 終於算 終於算 你這三年 所編的才多少 你有看過嗎 現在 逐年樓編 嘛 就今年 這又編 不夠 我們又編 現在沒有 是 這樣編制 的錢 來 你 這個 進度 你編工 在哪裡 不好意思 我剛才告訴你 一億 七百 五十八萬 八千塊 才對 我告訴你 剩下 有多 不好意思 我修正一下 一億七百五十八萬 對 一百公三年 會完工嗎 一百公六年 對 一百公六年 如果 如果 都可以 逐年編列 一百公六年 就可以 預計 完工 一百公六年 當然 整個月 是很好 我也知道 在 三千 走 我們那邊 因為 比較遠 所以 很多 送家 都會拜託 有時候 他 現工 要靜探 我們那邊 走 路 路 比較遠 時間上 都會很不適 有時候 我們 我們這個 那個 那個 管理所 做得大家都不錯 學務相 我聽起來 大家覺得 還不錯 算說 有認真 有在解決問題 這點 當然 好的 站在我們三千 台湖 我也是要自己 學路 要鼓勵一下 但是 後面一個 比較大的問題 你要做 平衛館 我們這裡是不是要簽帳 要簽帳 對 我現在接到很多 檔市区 那些 山山地区的人 找我 農政裡面 你知道嗎 幾問 這個 其實我們頭一次 這個 政客 三十 頭 三十八問 三十八問 還有第二 第二 第二 這個 部門 比較多 但是我們現在 第一價位是三十八問 第二 現在時間 沒有 我先 問題先來解決 現在就是這樣 直接說 好 要簽到的 你們 一問就是四萬 補助 簽帳 簽帳 來我請問你 裡面 一個家族 裡面 有三十 四十 這樣怎麼算 一個公子 六十八 exposed 也是還三萬五 那你這樣 如果孫三十個還是十塊的十塊的就有了 家族問十塊的一二十個是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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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我現在沒有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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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萬多一個五千塊 多一個五千塊 好像多一個五千塊 有的當然裡面有放得多 如果政府開始做得很大 沒有我這邊這裡 我看怎麼來改割 我們這裡再來學調一下 但是你說法令,這是中用來的嗎 這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有定制法令 支支條例 那就是我們台中市的支支條例 所以這樣是不是實在說 這樣定義是不是無理 是說,你可以換一個方式 不然說他如果願意 是不是說 他載比較多的人 要願意 你就四萬塊 四萬塊的我一領沒關係 再來夾出來 五千塊我也不會領 但是由 我們 民政市出面去協調 放在公家的塔 但是 不能說他無助的處理 不能說他無助的處理 只是說我們出面去協調 讓家屬 讓他們的驚孫 知道說 我們現在要把他移在那裡 有辦法這樣嗎 保護委員,如果這種情形 我們是個案來處理 他們也不是很多 其中可能一兩問而已 一兩問的保安 我相信 我們民進局絕對有辦法來和他協調 現在就是說 他們說起來 他們當地問題很少 就是在這裡 因為你說到第二期 母路好像是百多問 百多問 百多問當然啦 你說 站在 裡面 紅的 應該這是 問題比較好解決 對 如果裡面有 多紅的 家族夢的 我希望你國長 真的 要有這個 承擔 既然 當然我們地方要做 他們也 八十 也配合我們 對不對 八十也配合我們 要來簽帳 他們也 讓大家配合 當然 你跟親友說 裡面 我就在這裡做一個客座門 花百多萬 花幾十萬 做得好在這裡 你鄉鄉叫我沒算 還叫我 叫我 一紅五千 我拿去那裡 一紅三萬五四萬五萬 這樣要怎麼辦 對啦 齁 這點你 感謝 好 謝謝蔡成輝議員的 任務執行 現在接手來請 游碧琳議員 游老師 請十五分鐘 謝謝 大家好 好 六十六號 游碧琳發言 那在 剛剛呢 我看了這一本 我們 局長的 百日有感計畫 那是 的確不錯啦 在這四個月短短的 這一段時間呢 能夠有這個成果呢 是不錯 同時呢 在我們的 呃 局長的這些 近似錄裡面呢 我是覺得 每一句呢 都有每一句的 這個意義喔 不同凡響 那我要請教局長喔 在我們的 三月十二號 三月十二號的 近似錄裡面呢 局長有寫一句公務人員 該做到 怎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這一句話 非常好 不曉得局長 記不記得 三月十二號 我看看 我看看 三個十二的啦 三月十二號 我們就是說 有智慧才能分辨 善惡 善惡 邪症 能謙虛 則能建立美滿的人生 好 再來三個十一 是嗎 三個十七號 三月十一號 還有一句話 三十一號 都是關於我們公務人員的 公務人員的這個核心的價值齁 就是 廉政專業效能跟關懷 好 我現在就是不跟局長 還有我們人事處長 來探討 我們最近的這個臨時的異動 是人事的異動呢 好像沒有用到專業 而且呢 沒有專業效能就做不到 所以這點局長可能不知道 市長也可能不知道 我要請告我們的人事處長 我們幕僚長的擔任 在人事異動的時候 有沒有意見給我們市長 請人事處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有議員 市長有人事權 好啦 我知道處長就為了 請坐 我們幕僚長呢 最重要 一定要建議給我們的市長 因為這個人事異動呢 相信我們市長上任以後 我們的第一個 就是我們所有的局處長 全都換新 那換新呢 每一個都非常的優秀 但是對自己的職掌 不一定很熟悉 所以在我們的第二層線 第二層線是非常熟悉的業務 但是在上個兩個禮拜前 又整個大班峰的一個異動 所以我們要公務人員要效率 整個大班峰 在我們的 互動這一方面 不管是橫向 不管是縱向 我相信 在這些專業人才的異動以後呢 完全都要依據摸索 而且呢 不但摸索 甚至於時間上會耽擱 所以人家說市政府做事很慢 只有這件事 這樣申請一件案件 就要半年以上 就是有這種現象 所以呢 這一次的異動 讓外界的人 感覺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 這種政治因素介入 藍綠啦 藍綠 有幾次市長的 趕快換得更好的位置 沒有幾次市長的 就改進去 所以這一種現象呢 我是希望我們 民政局長 今天都第一大局的局長嘛 那也是我們市長的一個中心核心點 所以也希望說 局長能夠建議到局長的這個範圍 一定要建議專才專用 市才適用 尤其我們台中縣和台中市 它是一個合併 雖然是合併 但是環境都不一樣 台中市的環境和台中縣的環境完全不一樣 台中縣它是一個原來是一個農業 而且呢 它是村莊的聚落 不是台中市 是密集人口區 那台中縣這些空氣 都是要溝通 而且一定要有這種親和力 來跟我們的市民來溝通 所以最重要台中市的這一些公務人員 我們要用 雖然是現在已經合併 但是台中縣的這些專業人才 都非常的優秀 都相當的熟悉 尤其我們台中工 可以說很多很多的問題 既然要 城鄉差距的縮短 一定要公務人員真正的了解 當地的這種環境 以及因地質疑 這個一定要做到 那我們現在 人事的大搬封呢 讓我們外界感覺上 就是境地的介入 所以今天市長是沒有參加 所以我們人事幕僚長 我們的局長幕僚長 一定要建議 既然已經搬封了 下一次的搬家 我相信要搬來搬去 一定要專才專用 這個是語中心腸的來 建議我們的人事的異動 因為我們今天都知道 我們的民政委員會 已經接近尾聲了 那大家也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 這一點探討呢 是可以說我的這個 有感而發了 那同時呢 還有我們民政的業務上 有關兵葬管理的這個業務 我也要做一個探討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台中市的生命理管理所呢 所長相當的辛苦 賴所長 還有我們的吳秘書呢 他們兩個非常的辛苦 而且呢 他們的工作量又大 那現在呢 已經要我們另外 要有一個殯葬管理所 要這個所的成立 所以我要請教我們的局長 在我們原來 我們台中市的殯葬管理所 這個殯葬管理所呢 他的這個生命理所 他的職長 職長你打破一下 他的職長 是幾個單位來 來做這個所的職長 為什麼我們要把它 弄為殯葬管理 又成立另外一個單位 主席 現在就是說 我們國公所 就是我們有二十九個 這個六個塔 當然我們有很多報 因為很多時候 要通一 我們已經一個大台中 台中集合併了 是不是要來經理 可以有一個通一方式 所以我是說要用一個 生命理儀管理處 來經過來做一個管理 那我再請教局長 那我們要管理 我們什麼時候 要把它併起來 我這個家位是 一百公五年 就是美女 都來跟環境 來幾個 幾個站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的 生命理所呢 他的職長上 有我們民主教 有我們生命理所 還有我們的公所 所以這三個單位 職長 並可以說 跌床架有 各企其政 所以呢 各企其政就變成 工作不但繁長 而且呢 他讓我們一般的這種業務 很難真正的落實 所以局長 你要把他 創作另外一個處 是非常好的理想 所以盡量速度要快 尤其是在編制 我們的組織編制上 我們一定要快 人員的使用 我們一定要注意 因為我知道我們的 這個殯葬所 所管理的 我們的目的 一定要速度快 對不對 要環境好嘛 要讓我們的 往生者呢 能夠有非常好的環境 這是我們的目的 那我們的目的 既然我們有這個規劃 動作就要快 好 所以在這裡跟我們的局長 來探討這個問題 那由這個問題呢 我想 今天呢 也有很多的議員 你請坐 都很關心我們的 兵葬管理的這個業務 都非常關心 那早上呢 張耀宗議員有提到一個 後世科 我也非常認同這個 後世科 而且非常的急迫性 尤其是在 我舉個例子 就譬如中解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 四個家庭都亂成一團 所以這個是一個急迫性 那在這個急迫性呢 我建議說 是不是成立一個臨時性的一個台中市市民的後世處理專案小組 那有這個後世專案小組的話 我們可以委託法律諮詢啊 或者是專業人才啊 或者是一些行政工作人員 來暫時組成這個小組人員 來幫忙我們的商家 那同時呢 也同時併案呢 來向我們的內政部呢 爭取擴編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後世科呢 就會很快來很快來成立 所以這說起來都是做好事啦 所以不管說併案管理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後世科的貨編 這都是我們的一個大家做好事啦 對往生者 以及往生家庭的一個非常有效率 而且呢 非常受到大家所肯定的一項方式 那我接著呢 也要再 因為時間不多 我要請教我們蔡局長 我們名五車啦 在五車的永林裡 有一個第七公墓 第七公墓在九十八年十月呢 有提出送第三次通盤檢討 把它變更為我們的 就是一個公園預定地 那在一百零三年 七月十五號 內政部已經同意 同意併更 那併更以後到現在 我們請教蘭里局長 我們的進度 已經同意了 內政部同意 那接著我們要怎麼做 請教局長 我們五車都很關心 沒聽到 比較大聲 我如果 報告議員 現在如果有同意後 我就趕快來辦理 我把進度 怎麼會把議員報告 好 這一定要簽帳 我請教局長 整個大台中市有幾個 幾個地方 辦理這個簽帳的業務 現在目前我們 這個 就是說 我們全部有 一百七十幾個 這個報 七十九個 有的有金總 有的就沒有金總 我會同意 整個全盤來處理 這樣就像現在 都消費多了 所以說 都進了 六個塔 比較多 所以我們的 補稅的人 在台東 局長 你沒有通盤 你通盤 是時間要錢很久 你就看多一個 需要信 多一個議員程序 有的要登記 來價位 有的馬上就要處理 我現在分進度 快要用 他這個 第七公墓 變更以後 他的主辦機關 已經是 建設局了 建設局的公園管理科 是他的主辦單位 那他的主辦單位 開發公園 以前 他一定要先簽帳 簽帳就是我們民政局的工作 我快來用 所以民政局的工作 就是我們的 預算 要如何編 是我們自己做 要是委託工作 要是委託我們的殯葬管理處 來處理 所以這都是民政局 要思考的地方 所以局長 這點 希望五車大家都是 很期待 很期待 你都被五車 能夠對我們五七 有新的認識 所以呢 在這個地方 也是要 建議我們局長說 能夠有 既然 已經內政部完成了 我們後續的這一段工作 我們就是要 極力 來爭取 不要事 慢慢拖 會 你知道這支嗎 我 不好意思 議員 我這邊 我都知道 你後 我就盡量 趕緊來做 你要跟建設局 配合 因為建設局變成主辦單位 要不要再變更他的都市使用區分的價值性 要不要 所以你一定要跟建設局有溝通 所以這件事情是建設局民政局要互相溝通 甚至於要公所來幫忙 所以 局長 還有我們將來我們的殯葬管理處處長是誰 不知道 但是在業務上 我們一定要做到 能夠讓大家感覺上說 新政府 有新的效率 新政府有新的這個不一樣的這個工作 讓我們的市民的大家能夠感受得到 所以你是大事最大的一個局長 所以你一定要盡這個 就是把這個職責也是在你的範圍之內 把他的就是你的這個團隊 能夠帶動這個團隊 發揮我們公務人員的這種效率 在這就是和各位來探討這件事情 那本來是還有很多要和各位來探討的 但是時間的關係 所以就是今天先這兩點 人事的搬風 一定要專業 還有我們的殯葬的業務 一定要有效率 在這兩點 跟大家來探討 那我的諮詢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議員 好謝謝 尤比林議員的業務諮詢 現在換主席 我要計程車白班時間交換你來 因為最好一位 陳誠天 民政委委員會 加入這順三天 他押走 你等一下 要不就你 讓主席來 這樣開始 你不要緊張 你不要緊張一筆筆筆 好 請陳議員開始發言 好謝謝主席 副市長 各局處所長 大家 還有媒體女士先生 各位議員同仁 大家午安 要睡起來嗎 大家好 好 好 比較大聲 比較有精神 蔡議長 我看你們每天笑眉眉 看得心得很鬆快 我們說實在 我今天 十個局處 上個禮拜 議長說 大家記念面開槓 結果你沒去 你沒去 所以我今天找你 就好了 要到我的局勢都不會找 我要好好探討一下 主席 我有去 你有去 我去做一段時間 我怎麼沒看 我看得到 我有去 來局長 我有去嗎 你說 我看得到 沒關係 局長 你平日報索 你有看得到嗎 林佳龍只送一里長匾額 市府說 胡志強 胡志強 用光 金費 做扁額的金費 這是 局長你說的嗎 你跟記者說的嗎 我不會這樣說 就是說 這個經費 是選舉 那年 就是說 頂年 好 這個問題 我告訴你 現在 不要再用這個名詞 去說這個 我要跟你說 說這個 你有特別費 你也可以用 你去做 做給他們 不要經常用這句 我拿出來說 這就不是我說的 我不是你說 你市府沒有代表者 你民政局說 我現在 這是你的送品 真的送在這裡 人證物證 巨錢 你還沒有說 陳妍我先說 我的意思是 你不要經常說 胡志強 你說林佳龍 要做什麼 做什麼比較重要 經常說 議長 議長 沒有時間 你那邊 你如果用的 特別費做 你特別費 就可以做 何必 就一直經常說 這種話 我沒有說這個 我絕對不會說這個 不過我 報紙太清楚 還不然這個記者 我也沒有 你什麼人說的 因為我的意思 副局長說的 是不是 副局長說的 我現在 先說 我說 就是說 來啦 你不用說 我請教你 這個 這一個多少錢 你知道嗎 差不多 這 中堂 多少錢 快點啦 又一個 好 青菜又有 不要做那個 富士長 青菜又有就好了 我知道那個什麼 我知道那個 那個 這個多少錢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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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塊 我說我中 七十塊 這是中堂 大家看一下 中堂 木邊 我看部署裡面 你說兩千塊 對不對 兩千塊 再來 市長 又有送 藍花給李長 有的李長 很萬賤 說不送便 不送便 還送藍花 結果藍花 兩千塊 三千 你看看 那不是那個盆栽 盆栽 對 盆栽的費用 也有藍花 藍花也是差不多 他還沒送喝 那是還沒送喝 誰 我要帶 不知道 局長這樣好 我要帶你自己討論一下 其實齁 像我民意大便也一樣 好派書 如果好派書 我們都上中堂 如果派書上晚年 晚年是一個十幾塊 當然現在環保之後 我們殯葬所現在不利用 電子晚年 這個非常好的方向 這個我們都認同 可是我想 一個里長當選 一個議員當選 一個議員當選 或什麼當選 我感覺齁 那是 你說的 雪中鬆炭比較重要 對嗎 還有一句 琴上天花可有可有 琴上天花可有需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說我現在要自己探討 這點 我希望 未來 要靜上啥 你應該是說 來議數就好了 你不要說市長 大家都沒人送 這中堂一個七十塊 來送很好的 這過幾十年了 我十年前 做議員到現在 有的家裡 要掉到 要做新的 要很好 所以我說 你們就既然要欠 要節省公堂 為什麼 這個小細節部分 沒有去想 我請坐 我希望說 以前人怎麼做 不好的所在 你不要做 你應該做 你應該現在要做好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現在探討的東西 還有新政府 你的思維 你的做法 而且你的方向怎麼做 這樣才是正確 所以 究竟我是自己探討這個問題 先 不好的 還是說 浪費公堂的 你就盡量不要做 你就反正去 做法修就好了 那一個意思而已 我說民眾一樣 請我去 我如果說 不好意思 白包紅包 我如果沒包沒關係 我們就一個去就好了 七十塊而已 我們本人去一下 那人的感受就不一樣 所以我說 在很多民政業務方面 非常多 像這個部分 你最近 來到這裡 也造成很多的議題 我要大家 我們來探討一下 我 很幸運 我自作議員第三次 喝四月 前五天 都有人送水垢 三號 我真的覺得第一次出席 你而已 我覺得 你送的感覺 是說 這是沒什麼 但我感覺 這時候不需要破壞 因為你行政部門 我知道你生理人 我知道 但不需要這樣 行政系統 剛才 有議員像 謝志忠議員說 行政系統 有行政系統 這個部分 要怎麼做 這個部分 我覺得 是應該 讓我們來 讓我們來 看你的力量 你在民政局 業務 你在做什麼 我們議員是看到這邊 是看到這個 你好的一面 不是說這個東西 要怎麼 這個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當然 我要再跟你說一下 太好了 你知道 有很多 我要了解什麼 教授 聽說 你說 你們出落那邊 那裡 你到你個人的錢 你說 200萬放在那裡 說 只要公費 如果沒有開 就開這筆錢 有嗎 我們說得出來 有嗎 這師傅才跟你說 現在說也沒關係 那師傅才說 我聽說 我聽說 最近那200萬開完了 你也說 還補200 這實在 我說 你實在 我們平常說 市長 如果有利用 我覺得每個人事情都沒有問題 你看 公家機關沒有辦法補 你就有辦法來 用這個樹林的來開銷 這是 說的 你付出 這我也有認同 我有認同 你來做法 不過你這樣太辛苦 你這樣給各局處的所長 要怎麼 自己有拿 他們都沒有拿 你們各局處也要準備一下 勞工局局長 你要準備50萬 100萬 到你們出落那邊 勞工局需要一些業務 如果說公家不能出的 你就把它支出 就可以了 要記得 對不對 這個部分 我覺得 這時候作為 我覺得有時候 我覺得很奇怪 再來 我請教 我們市政顧問 我請教 有幾個有幾值 有幾個 這是不是叫林主廚來 講他 好 來 林主廚來 來請坐坐 好 給你休息一下 謝謝 來 來 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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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有幾個啦 主席 前議員報告一下 市政顧問 都沒有錢 顧問才有錢 顧問是嗎 有一種是顧問 是編制內的 十二十等顧問 公務人員資格嗎 對 對喔 市政顧問 是無幾值 方生貿務喔 有 顧問 他是什麼 他有公務人員資格嗎 基要職 基要職嘛 對不對 那就是有錢的嘛 有 十二十等 來請坐 我齁 市政顧問 我覺得是這樣 我最近也聽很多你說 市政顧問 我聽說 也臺兩百幾個地方 那個外界市長的管理 不過齁 我要向民政局長說一下 在台中市 優勢以來 不是現在林團隊 才開始執政 不是才開始說 在 這個政府 進展就有很多政府 進展也有南綠的時尊 也有很多我們的市政顧問 這個市政顧問 其實 不然你要領錢 那是一個榮譽子 你如果要拼車他做 他就很在心難來接受 一個榮譽子 你今天要抬掉也好 大家也鬆開 好 你如果這樣的時候 大家切切這樣而已 所以說 要做人跟不做人 擦邊擦多 我希望沒有 這如果沒有給你花錢 沒有給你 你要聽他的意見 你要聽 如果沒聽他的意見就算了 對不對 如果台中兩百幾個地方 要做什麼 沒關係 反正我是 大家多虧的 多虧的 我只是要大家說 做什麼事情 還是有任務問題 還是說 你有各局處 我們所要做的一些事情 要攤在陽光下 或者讓大家做公平 我們希望各局處的所長 你們是來做林團隊的 所謂的來為台中市各個局所需要的行政業務上 去做好你的工作 不是我們做個人的秀 或做個人的公關 這是不對的東西 不過我今天還要學了一次 你剛才有說到一項 因為我頂級就開始說了 說喔 殯葬所 要改到處 你剛才有說了 這點我聽了心來 我真開心 說實在 局長我請教你 人不如狗 是哪個局處跟哪個局處 我沒有請教 你沒有請教的嗎 那個賴所長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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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寶處 我們是殯葬所 生命禮儀所 人處是一個二級單位 我們所是一個三級單位 所以說人不如狗 就是這樣你知道嗎 是不是這樣 我改水給你 所以說你今天有看到這點 我又拿出來 我又拿出來說 要修正 讓我們殯葬業務 把它做得更好 人齁 最後一段路 家屬 是最 那時候是最 最悲傷事後 我們政府適時的去做協助 是最好的 不過你協助一定是 要有人員 還有要有經費 你沒有人員經費是要協助 所以說我一再的講 殯葬所一定要提升 而且讓它的人員跟資源 都能夠擴充 我告訴你 去照顧別人 對吧 所以說你這點 我是可以認同 我是可以認同 所以說有很多工作 你給我做很多工作 所以說你的小細節 或是說那種 在社會上 那種工作 盡量不要再做 讓大家看 我是覺得 你的小事情 或是說你對社會的關心 對民眾的關心 這是很重要的 我來科技 好嗎 來 百頓庫幾例 我看一看 四十幾例 我來講 來 再來 百頓庫的人家多少 二十六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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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是 修盟相助隊 常連選手幾隊 二百二十七隊 啊 百頓庫 我現在都去全體的 比較多 百頓庫多少 你不知道嗎 我再看看 資料都有 你做民政局長 還有加油 我們都知道 我再請教你 我們一般 設立 裡面 基本的社團有幾個 一般是 據典嘛 環保志工 還有這個 譬如說 尊公學校 還有這個 志工媽媽 教育志工 發展協會 社區 發展協會 和你也差不多 社區發展協會 還有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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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學校做民政局長 我們告訴你 這我有研究過 我請教你 一人 想救民政要多少 一人 其實我們現在都沒有 沒有 沒有特別 就對了 一定有的 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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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集中 跟人口分散 是不一樣 除了這裡 可以看一下嗎 總理我告訴你 你這裡 要去了解一下 有啦 我就是 我做人長站起來的人 做理長站起來的人 所以說你倫理 我最了解 這種東西 就是要去做局長 就是要了解這個 你知道嗎 要去關心這些地方 一些事情 沒有啦 是 是 收盲相助對 雖然是 給警察局做訓練 但是也是我們民政的業務之一 但是也是要去關心 我也很照顧 對啊 所以說你如果做一個事情 有時候 你希望你把你的理想 還是民政業務做好 我覺得這種來比較重要 像你說的 現在保障事務所 他人口來說 你要去鼓勵 就是我們 去 早生過子 或是多子 多孫 多福氣 像這你要怎麼做 這也是要去幾位 雖然衛生單位也要 但是民政單位也是一樣的意思 那也是都有關係 這個都是有息息相關 都是局處的問題 請坐坐 來副市長 副市長 你局處裡面 我是麻煩一下 因為各局處裡面 社會局 還有我們的秘書處 還有民政局 這三個 我想 他們所謂的 跟基層 生育也好 還是一些社福也好 還有一些的聽社也好 像聽社 教育局也是一樣 有一些是不是可以結合在一起 為我們社區 為我們做一些的熱靈 或是高齡的一些長輩 他們學習中心 或者是休閒運動的所在 像這 我是希望 你做副市長 你就是要有局處 溝通協調 沒有錯 讓我們的各局 不要說各自為政 各自為政 都做自己的工作 民眾都沒有敢 所以我說 現在是百元毋毋毋毋毋毋 我想說兩天 如果對年 我說阿伯的怨言越多 加油 要加油 我們很認真在加油 是啦 好 好 好 谢谢 好我们的民政业务咨询三天来 现在我们结束了 感谢各位 那同时议员的建议呢 也希望我们各局处呢 能够好好的去修正 而且去执行 谢谢各位 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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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